所以讲就是类和类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吧 或者用力和用力之间的关系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注意 它可不是那个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们把真正它的关系 都画在这条link之上 这个大家注意了就行了 其他的没什么 反正后面我们还会提到 好 那么这个图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有什么不明白没有 对你几个元素 那我估计你也给不了我场景 那我们就模拟一个场景 就是大家来画一个实距图 手画车主上车 打火 启动 汽车的过程 那么我们要去分析几个对象之间的关系 这里头你就要去找对象了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的对象有谁呢 当然有我们的车主 汽车 但是不够 我们再找一个钥匙 钥匙 我要求分析钥匙 按严格情况来说 我们这里头多了 还有小区保安 帮你倒车 还有谁啊 还有我们汽车的引擎 有的人说 我要不要把引擎也加进来 这个地方我们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以后会提到 叫什么 叫细力度 就是你分析 包括我们画用力图 还是画实距图 画什么图 你分析到多细 是不是应该考虑它的一个边界 如果没有边界 我到时候就拿这么一个场景 我能分析到这个引擎 引擎内部还有内部结构 又再脱离几个结构出来 什么冲城 气缸 我们把气缸这些东西脱离出来 那到时候你去分析一个场景可好了 本来很简单的 就是什么呢 车主上车 从东里摸出钥匙 插入钥匙 点火 汽车打烊了 然后那么这个过程中 你开始说 你是这样描述的 那个车主上车 拿出钥匙 插入钥匙 点火 引擎开始运转 然后开始供油 冲城 四冲城 开始猪而复始的运动 然后你就把 你就把这些东西 都往这个方面来考虑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是不是就画的可多了 事实上 我们到时候 我们的细利度 是由谁决定的 是由我们的需求决定的 是由我们的需求决定的 所以呢 我们到时候 到底要画的多细 这边界在哪里 这其实还是蛮考究的 至少在这里 我不要请大家去分析到引擎 这一步去 OK 给大家时间 画一个时序图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周冰 曾银 曾银画的这样一个时序图 那么 我们翻译成自然语言 就是people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它的画法应该这样子 点点 这样子来画 插入钥匙 插入钥匙 这个地方也要注意 我们是描述一个场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调用函数 不是调用函数 因此 在这个地方 你不需要加这句括号 我们说了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描述函数的调用 另外 我们只是用它描述一些场景和业务 知道吧 你比方说 我现在要描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我要描述一个单据 被审批的这个流程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去调函数的 我们把这个流程描述清楚就可以了 这些问题也都是大家比较常犯的 插入钥匙 那不对了 你把钥匙插哪呢 插车里在 所以你一来就插钥匙就错了 你应该是先什么 先掏钥匙 然后 再去打 我按照你的自然语言翻译 就是 然后我们这个people 再去打开钥匙 就要钥匙的打开方法 钥匙的 反正你只打开钥匙 然后这个钥匙再去打开车 再去打开车 然后车自我启动 然后呢 第四个 这个是什么 反馈给人 车启动了 反馈给人 这个过程分析的不好 这个过程分析 大家看一下我来怎么分析 我们在这里面建一个时序图 我还是在分析图里面 右肩 添加 视图 这有一个时序图 还是先放节点 你看我们整个画图过程都是这样子 先放节点 然后连线 对不对 OK 第一个object 我们叫做人 或叫车主吧 然后是车 然后是车钥匙 我们要来分析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首先车主 打开车门 打开车门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把写成两块 打开车门 这个地方用消息发送 不要用掉用 当然我们也可以比较简单的 你把它分成两块 或者分成一块都可以 第二步是进入车内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一块 就直接就打开车门进入车内 这个能力解 然后 由我们的车主掏出 掏出钥匙 掏出钥匙 由于这整个过程 这整个过程 它是连续的 它是连续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这样的一个连续做法 你看到没有 叫插入钥匙 插入钥匙 到我们的车内 插入钥匙 到我们的车内之后 我们再去 点火 车启动 OK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给它改一改 这整个过程 如果你要观察反馈 就是它有 这整个过程 就是说 如果你有需要等待反馈的 或者等待它这个同步反馈的 我们才会用到return 如果你不打算分析 我只是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过程 就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翻译成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 就是车主打开车门 进入到车内 然后车主掏出钥匙 并且插入这个钥匙到车里面 然后再去点火 车启动 就可以了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来 车主插入钥匙 那个第四根线 它是从车钥匙那连过去吗 对啊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你按照我们刚才的那种做法 就是他们是 实际上是连续在一个时间段里面的 实际上是把谁插到车里头 主要是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 看你分析的是谁 就是如果你要分析的是 钥匙和车的关系 对不对 因为虽然这个车主是一个执行者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要强调 它是钥匙跟车的这个关系 我们就把它们俩连起来就行了 但是如果说你说 OK 这个地方我不是很care钥匙 我只是care什么呢 我只是care我们的车主和车 这个关系 那么你就这样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总是这样的话的话 你最后发现 我的车钥匙就没必要存在在这了 我就把它删掉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最后其实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那个钥匙 那个对象 我们并不分析它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 第一 要找边界 细到什么样的一个细利度 第二 我们是要寻找什么 参照物 对不对 寻找分析对象 也是参照物之一 所以图没有绝对的 说绝对这个图怎么怎么画 一切来自于需求 OK 这就是我们的时序图 有问题没有 那么 时序图我们画了了 我们第二张 比较重要的这样一张图 我们也画了了 下面我们进入到 另外一张图 这张图也是我们的第四张图 称为协作图 协作图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好了 什么是协作图呢 与时序图类似 叫collaboration 协作图也是展现对象交互的 这样一个图形 它和时序图的意义同 我说一下 相同之处在于 协作图和时序图是语意等下的 也就是说 这两张图 你去看图说话 说出来的话 应该差不多的 应该差不多的 那么相义之点在于哪里呢 在于协作图强调的是交互语境 和参与交互的对象整体组织 而时序图强调的是交互时间顺序 协作图和时序图 它们之间可以去互转 这个互转刚才给大家演示过了 了解就行了 好 我们同样的也来看一下 我们的starUML里面的这些对象 再次强调大家 你在不同的UML工具里面 这些对象会不一样 会有一点差别 但是总体来说 画的这些图都是大动小异的 大动小异的 我们同样的对象 然后我们现在不看这儿 看这儿 forward和reverse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发送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返回 对吧 这是我们的frame 对不对 为什么它没有另外两个了 因为我说了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combing fragment 就是它的一个特殊形式 再次验证 再次验证 它实际上跟我们实际上差不多 只是多了两个link 只是多了两个link 那么这个link是干嘛用的 我们说过 link是叫汉语叫连接 这个连接是连接 我们的对象和对象 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我们类的实力和实力 而不是类和类的这样一个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link和selflink 那如果我们要画它 该怎么来画 添加一张失去图 啊不是 sorry 添加一张协索图 collaboration 比方说这个车主 同样的 车主 我分析一下车主和车的一个关系 车 我要给它上车 对不对 我现在要上车 按照正常原来的画法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来画 但是它不让我们画 因为这每一个都是object 我们说了object 和object之间 我们要什么呀 要用link来连接 那你说当地 以前的sequence 代表 为什么没有用link来连接呢 但是我们也 大家看 我们也没有直接用它连摊呀 对不对 我们当时也没有直接用 用这个对象连这个对象 实际上它在这个地方 这整条线 这整条线 是做了一些处理的 明白吧 所以你就记住 我们凡是对实例 不要用association 而需要用link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用它连 不行了 那我就用个link 给它连接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连接 它是没有方向的 这个link 当然你说 上帝 我们以前 我们在连接association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 按的一 按的二这儿 去判断它的navigation 对吧 但是很遗憾 这里头没有 没有 那么我们怎么来做呢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它了 这个就表示 这是我们原来的send 这是我们原来的return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做 不是这样的话 不同的工具画法还不一样 看一下 我想想怎么画 不同的工具画法还不一样 这个应该是点中这个link这个线 指向它的结束点 好 你看它就在上面就表示出来了 然后你给它 如果你是一个send的 你看都是一样的 给它起个名字 上车 同样的 如果我们要返回 也是一样的 这时候你可以给它选中 是一个return 下车 这么简单一个关系 再同样的 如果它自己启动 点弄它 这也是一个link 也是一个link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弄呢 我们还是得用到它 看到没有 还是得用到这个消息的传递 自启动 图形标的不是特别漂亮啊 而且还是很容易重叠 这个文具 好 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协作图就画完了 当然 废墓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很简单 所以这个图其实我们看 我们会了我们的顺序图 也就是我们的实距图之后 画起来非常容易 那么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再转 我们刚刚试过 把sequence diagram 转成collaboration diagram 我们现在给它反向转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还是找到我们的model 这有个转换 看见没有 从我们的这个图转换成我们的实距图 好 选中这个图再试一下 选中这边这个图形 再来转一下试试看 这下可以了 大家就注意 我们在转的时候要选 在右边选中 你要转这个图 你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想 跟我们所想的一致的这个画法 对吧 他们就很漂亮的这样转换了 那么这两张图 但是我们一般 大家不要用collaboration去画什么 去画我们的程序都要用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也很头痛 所以我们真的要用的时候 我一般情况下都用sequence diagram collaboration diagram 我几乎用不上 但大家要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记住 相同语义 就可以了 相同语 那么在这里头 要求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我们在send message send message return message 它和call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 画法上的区别 看到没有 这个不用记它 这个都没有关系 实际上我们首会说 是不画这个小方块 没必要去画这个小方块 我们重点要把这些箭头符号 给它搞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协作图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之前的这个 这个就不看了吧 这个bmetrics 这个例子就不看了 也比较简单 如果非要看的话 让大家看一个比较复杂的吧 看一下也行 看一个比较复杂的 这个协作图 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这样的另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协作图 这样的一个协作图 你看还是 看起来还是比较麻烦 对吧 相对有一点点麻烦 好 所以大家只需要去互转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协作图的重点难点 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跟持续图的一个互转 这个互转 当然我们都有工具 因为各个 凡是支持外面的工具 都支持他们之间的这个互转 但是我要求你能够手动互转 也就是说你我给你一个持续图 你的手用手画出他的协作图是什么样 这个大家下来要去练一下 提问 在对UML建立模型的时候 确实要包含持续图和协作图两种图形吗 我的回答是 两个图都包含是个好主意 持续图重在表示时间关系 协作图重在描述对象关系 这个不过二图取其一也可以 因为它们语意相同 可以用肉子或其他工具自动转换 所以这张图 我不要求大家重点掌握 但知道就行了 知道就行了 OK那这张图 我就不跟大家练了 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 仅仅是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 但是不去练了 我不在课堂上再跟大家练了 Male Speaker 刘坦 Rapling 上去 检查 好